Hello 大家好 莎姐 莎姐今天又發揮了女性的獨有特質 也不是女性的 但女性比較聰明 20元一對 我摸入面的質料是不會氣敏感的 所以值得推薦給大家 它是在佐敦道、吳松街口、DBS那邊 升展對著的Poteet的旁邊 其實本身的舖位是整個Poteet 但可能Poteet真的沒什麼生意、沒什麼人 因為它買的衣服都要百幾二百元 但現在你知道很多衣服都是50元 50元一件、50元兩件 所以它是拍會應的 故此它將部份的舖面租給這些雜貨攤的小舖 所以收拾到便宜的 大姐都知道不太好 因為昨天去迪士尼 我朋友告訴我她媽媽在裡面洗碗 她說之前經常會請兼職員來幫忙 因為不夠人手 所以經常都會請兼職員 但現在兼職員已經斷了 那生意真的很差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不是一定要迫大家去消費 千萬不要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去買少許便宜的東西 和自己開心也好 又可以幫助經濟 因為現在生意難做 這也是事實的 今天看到一個 說有兩個立法會議員 歐樂軒和范國威 失議席 因為她說不會被追身 其實我當然想追回她 但她說不會被追身便算 她的選管會 就說會考慮法律上的問題 和實行性的可能性 而考慮會不會補選 我自己就覺得雙把 你知不知道補選一個立法會 是浪費多少錢 補選一個議席是浪費多少錢 之前梁俊恆佑偉珍 那一堆已經浪費了很多錢 還要是梁俊恆佑偉珍 還沒有收回那些錢 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在那裡 拿屎不還錢的 政府又不去銷錢 那我不知為什麼 所以我覺得 真的不應該再去無端端搞一個補選 因為你九月都正式再選過 那你再搞一個補選 其實是易不但 即是做幾個月又要重新選過 即是不要玩了 你想想你安排得來 然後又要 因為好像我不知道 公司秘書 我不知道政府那些 如果是一間公司秘書 通知股東開大會 要在開AGM或EGM之前 不知道過幾月 總之是一個月之前 就要發送給所有股東 通知他們那一天是AGM或EGM 我相信他們都會這樣的 可能不會說明天選 那些選民就要去選不去 都可能會有一個月時間 通知那些選民 我們會幾號去選 可能是立法會補稅園 大家市民準備好了 可能他 因為立法會 可能有些是選公民組別 或者有些是選超級區議會 可能牽涉到的選民會相對少 但是不代表不用花錢 對不對 都是要花錢的 那我覺得你不如省下 你想想你現在再準備好 現在都已經是年底了 你準備好 那你也是過完農曆新年 你才開始的 那你真的做那三兩三幾個月 又重新九月選過了 那可能一月就要交牌 那我覺得不必了 你不如留一點錢 去搞一下經濟措施 更加好 我自己就有個心態 因為真的 他們自己 選管會 他們不優柴不優迷 但是一般星斗市民 是會優柴優迷 你想想如果是迪士尼被裁出的 那些兼職 他就真的沒有做兼職 因為我知道迪士尼人工都OK 傳說中是OK的 那你沒有了一份兼職 就是沒有了一份兼職 他可能就算去找多一份兼職 找回一份兼職 才可以洗碗 但可能人工已經差了一段 那中間那段數 誰吃呢 是不是 可能他本身是住東涌 進迪士尼很近的 如果他說 如果找到一份工 在原來東涌那邊沒有洗碗 要出去清衣 那你的車費又是誰吃呢 是不是 其實很多東西 這些軟性的經濟損失 其實大家都看不完 大家都 經常做 有些人經常說 你們都不是香港 不是香港 那你又有沒有為我們香港住的那些人 香港 你說民主是一個 虛無飄渺的幻想 都是一件死物 簡直不是物 死物也有一件物體 但我們就是會生生的人在這個生活 就是 你說 你說 現在 有些人 就是 每天在承受經濟壓迫的時候 他跟人家地獄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有些可能要供樓 你沒有租一份 就很慘 可能 公樓就要在這裡 借錢公樓也不出奇 其實我自己聽到 應該一月份 公屋就會好像 政府幫我們交一個月租 問心 我覺得 不太想 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 我有能力給得起 公屋相對地 或者租劏房 租一些私人樓 劏出來的 是已經好很多 很多時候 公屋戶 有時候有拿中緩的 房子都已經是政府幫他付錢 所以基本上是不影響的 就算我們這些 沒有政府幫手付租的 大部分都是有工作的 你是拿中緩才是政府幫你付租金 才是政府幫你付租金 變相你一個月 有都沒有分別 你是影響了一些 好像我這些 我沒有拿政府的 叫做 綜活 我需要自己付租金 所以政府幫我付一個月租金 我就省回那個月租金 但其實不多 如果我一個人單位 我就便宜一點 一千元樓下 有些就算漂亮的 新的公屋 也可能一千多元 我比你貴的 如果你的大單位 都可能二三千元 相對 給劏房 因為有的大單位 你出來工作的人 是比較多的 那你二三千元 當然是可以貴的 但相對於一些劏房 如果他真的是M無人事 他怎麼過呢 可能現在 新年的時候 很多酒樓結業 灣仔那間 福林門 那間富豪飯堂 又說 被人 準備清去盤 又有人申請清去盤 經濟真是差 所以我有時覺得 政府那個 舒緩 那個 民生的力度 是不夠 而當我們民生都沒有搞定的時候 有些人還說 建學校 我覺得 我們吃都沒有吃 你還建學校 你是不是真的 有這麼多尖指進去讀 你那些是否真的尖指 你要讓我們 願意付14億 或者21億去建學校 我覺得不是 一個可以讓其他人 破壞他的學校 或者一個可以覺得 讀書可以放在一邊 霸學的學生 他沒有資格和我們說 要加碼學校 要加碼 建圖書館 等等 你真的 上足學 讀好書 我會覺得 香港市民 我們真是陪有一個 可以為我們 我們將來 或者幾十年 讓他接棒 我們覺得安心的人 我相信 你們真的 勤力讀書 或者真是 能夠 將來 掌管社會 是好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這幫納稅人 我們是不會介意 現在辛苦一點去捱 但如果你們不是讀書 你們又要我們 不停幫你們 見這件見那件 我覺得 不行 你說我們自私也好 什麼都好 那我們為什麼要幫人養兒子 小朋友又不是我生的 你說好自私是 兒子不是我生的 有時候我都說 兒子不是我生的 我為什麼要幫人養兒子 公書教學 你自己生的 你自己公書教學 是嗎 你生他的時候 你預想要公書教學 是嗎 那為什麼要我幫忙公書教學 你說如果 其實我都覺得路面 是不應該我們市民給錢 又不是我破壞的 你說現在老人家 現在福利不夠 因為老人家 之前為我們 香港定下一個 好好的基礎 所以現在可能福利不夠 你說交他們錢 我又覺得OK 因為他們都為這個社會付出 但有很多事情 不是我們 納稅人做出來的 為什麼要我們付呢 正如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隔壁屋 有些小朋友 那是不是 他交書保費 要我 幫他交呢 他說沒有錢交書保費 是不是我要 就過來屈我給錢 可以這樣呢 是不是 不行的 你都不可以 因為這個小孩子 是他爸爸媽媽媽生的 交書保費 當然是他爸爸媽媽媽想辦法 是不是 不會過來屈我 我覺得這些 是一些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 我不明白 那些學生怎麼會不明白 我也更加不明白 為什麼立法會議員 有些已經是教授級 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明白 那是不是就是說 如果他日他們 是一個不幸的 阿莎姐 說生了小孩 那你立法會議員 會不會幫他養 不會 你一定會說 幫我屁事 你自己的 小孩子你自己養 你沒有錢讀書 你沒有錢公書教學 你不要生 你都是這樣對我說的 是不是 我覺得 有時候人 終於有一句說話 很正確 過得自己過的人 你不要經常過得自己過不了人 就是 凡事都要回想 這個世界很有趣 你怎樣對人 人怎樣對你 我覺得 我以前經常都會覺得 很慘 因為我對人付出真心 為人好 結果經常都被人利用 經常都被人反咬 那些 但我又覺得 這幾年 除了現在使道不安之外 其實這幾年我都是覺得 幸福的 因為我 我有一幫對我很好的同事 他們 一到我去旅行 一個人去旅行的時候 我就發覺 無端多了幾個媽媽 不停地提我 帶藥 帶救命藥 你那些抗美金的衣服 要帶 然後說 你多帶幾件衣服 你不要命 帶多些錢 記得帶護照 我就發覺 多了幾個媽媽 你說煩不煩 我又不覺得 因為有人關心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我不會覺得很煩 你想想 如果他不是關心你 他煩也不煩你 所以我覺得這幾年是很幸福的 所以我覺得這幾年是很幸福的 也是因為我怎樣對任 同樣地 如果今天有看我片的朋友也好 黃絲也好 藍絲也好 什麼鬼 麻煩你們想一想 你會不會為今天的事而後悔呢 你會不會覺得這些事是公道呢 別人對你做的事 你是不是覺得OK呢 如果你駕駛車 我找一些磚實理爐口 你是不是會不發老皮呢 我打爛你 你買了一輛新車 我打爛你 你是不是會不會不發老皮呢 就這樣算呢 你問心你自己過不過得 或者我等一會 你開了一間小店 我等一會 找個櫃子打爛你 幫你裝修 你是不是OK呢 不去抓我呢 或者你就這樣算呢 就這樣自己扯了差數呢 你覺得你過不過得 如果你過不過的話 你就不要再做了 這次講到這裡 好了 拜拜